ok 我们现在呢 来看分母有理化 分母有理化是什么意思呢 在英文的情况之下 我们叫做nationalized denominator nationalized denominator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有一个分数 然后我的分母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分母的部分 我们不要有那个小数 然后我们不要有分数 然后我们也不要有negative 然后同样的我们也不要有set的存在 所以如果我的分母有set的存在的时候呢 我就要想办法把我的set弄不见 所以我这个square2除square10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这一边用回刚刚学到的东西 就是square2除square10 然后它会变成square5 可是你看在我们的计算机里面呢 如果我按square2 然后再除square10的时候呢 我们计算机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计算机出来的当然是square5x5 然后为什么计算机不是出1square5 而是出现这个square5x5这种东西呢 因为我们的这一个它的分母是square5 我刚刚讲了我的分母不要有set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把这个set弄不见的时候呢 我就分母也乘square5 可是我不可以冒冒然只是乘下面 因为这样我就要上面也一起乘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嘛 就是说我上面乘square5 下面也乘square5的时候 它还是一样的东西嘛 可是因为我这两个月前 它还是会变成一样的东西 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它就会变成square5和5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square5乘square5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square5的square 然后它也变成5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它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1square5 然后乘square5除square5 然后它变成square5和5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们叫做分母有理化 也叫做rationalizing the denominator 就是说我们把它的分母有set的东西 换成那个号码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1square5的时候 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例子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乘它的set就可以了 我们在课本里面看到它讲 我们要乘3square7 不用我们乘square7就可以 所以我这边乘square7 我这边也乘square7 然后它会变成4个square7 然后这边square7 乘square7 square7的square 所以是7 3,721 所以它是变成4square7和21 然后这边我乘square5 这边也乘square5 然后它会变成20square5 然后5,3,15 然后15跟25 可以越减355 50,20 所以它会变成4square5和3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答案是4square5和3 然后这个square12和square18的时候呢 我就会变成square12和18 然后它会变成62,12,63,18 它会变成square2和square3 然后square2和square3的时候 它其实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我要把我的分母变成号码的情况之下 我乘square3 所以上面也乘square3 然后square2乘square3的时候 它会变成square6和3 所以答案会变成square6和3 OK 你要检查你的答案很简单 我们的计算机其实是很厉害的 我们直接在这一边按square12 然后 在 那一个 square18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计算机拿到的 会是square6和3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做步骤的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种方式 嗯 然后我们接着呢 再来看 呃 这一个 它现在要你把它有理化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它是square3和square10 所以我就上面乘square10 下面也乘square10 然后它会变成square30和10 所以它答案是square30和10 所以这个是square5和square8 然后它会变成square 呃 乘square8 然后这边它也乘square8 然后它就会变成square8 我40 不 square8 就8 可是square40的时候 我看到就觉得有点不近了 因为40是4乘神嘛 所以它其实是呃 我们这个square40呢 它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是 你看我的40我除2 就20 我再除2它就10 再除2它会变成5 所以它会变成square2 跑3乘5 然后它会变成square2 square再乘square2 乘5 然后它会变成2 square10 这样的一种做法 然后可是这样的做法 是最标准的做法 更简单的做法 我们就心里想 我的那个perfect square ok perfect square perfect square是什么东西 perfect square是 这个意义是 96 25 36 我心里想 那个号码可以是什么perfect square 乘出来的 所以它这个4 其实是square4乘10 所以它会变成 square4乘square10 所以它会变成 2square10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边我就有 2square10除以8 然后月 然后所以它会变成 square10和4 就是这样的一种原理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东西它除的话呢 我就把它写成 整体除square3 整体square3呢 我们有这个a-bperc的时候 它会变成a-c-bperc 就是这个除这个 减这个除这个 或者是它是加的情况之下 它也会变成加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这样 所以它就会变成 6square7 per square3 -4square2 per square3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让它的分母这一边 再乘square3 这边也乘square3 这个乘square3 这个也乘square3 所以它就会变成 6square21 per3-4square6 per3 然后313326 所以它会变成 2square21-4square6 所以这个就会是我的答案 4square6 per3 这样 这个是我的答案 可是我的答案 跟课本 这一边的答案 有一点不一样 为什么它会不一样呢 因为我这边 我可能它越减掉了 然后如果我没有越减的话 我可能在这边 我把它那个3 图字的话 它就是6square21-4square6 然后per3 ok 所以这两个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 也就是说分开了再来的denominator 可是这个参考书 它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它就直接 整个上面的乘square3 然后下面也乘square3 可以看到吗 然后过后它就在这边这样乘 所以它就变成6square21 然后4square6 然后per3 这样的一种做法 然后我们再来这一边 我有2square12-这个再加这个 ok square12的时候我已经很熟了 square12是2square3 所以它这一边是两个2square3 然后-9 27呢 它其实是 我心里想 27其实是什么呢 3power3 然后我的那个square of 3power3呢 那square of 27呢 它就会变成了那个3square3 这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它这一个它就会变成1003square3 ok 加48 48的情况之下 它就16乘以 16乘以3 38 38 33 ok 所以它是 square48 我心里想 square48呢 它其实是 等于square3 乘以16 然后它会变成4square3 这样的一种东西 ok 你真的是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 有没有 square 等下 我看一下 我的48 我用48的情况之下 我p5 2power4 乘以3 所以它会变成2power4square3 是 我的square48 我拿到的也是4square3 看到吗 所以它这一个呢 它会再加 3个4square3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分母这边3 3可以月 然后我这边再乘square3 这边也乘square3 ok 所以我有4个square3 减 ok 这个square3乘square3 其实会变成3 然后这整个会变成3 之后又可以把这个月 所以它会变成-square3 再加12个square3 所以你想像我有4x-x 再加12x的时候 16-15 所以它这个会变成 那个15x ok 它会变成15x的情况之下 我这一个东西呢 它就会变成了 那一个 15square3 所以我会拿到它会变成 15square3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所以我这一边 它会变成15square3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拿到它就会变成15 square3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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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